我记得,南双清那天,我们做了一碗青椒牛肉面。 我才知道,中国有个习俗叫,商扯饺子下扯面。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青椒牛肉。 首先准备340克牛肉,切成5厘米长宽。 5毫米厚的肉片放在碗中。 下一步准备腌牛肉。 依次放入小苏打1 4茶匙。 淀粉2茶匙。 料酒2茶匙。 油2茶匙。 蚝油2茶匙。 水1.5汤匙。 用手将所有调料抓匀。 这样是为了牛肉在炒的过程中更加入味,口感更软。 放在一旁腌制2小时。 同时准备辅料。 半个红椒切成细条。 一个青椒也切成细条。 中等大小的葱头切细丝。 1茶匙的生姜切成姜末。 2瓣蒜也切成蒜末。 接下来做调料。 半杯鸡汤料。 加1汤匙淀粉。 1汤匙生抽。 1汤匙料酒。 半茶匙糖。 半茶匙香油。 1小桌白胡椒粉。 1汤匙蚝油。 搅拌均匀。 备用。 高火热锅。 倒入1汤匙油。 当油冒泡时, 加入腌好的牛肉。 两边煎一下。 各45秒钟。 然后搅拌至牛肉8成熟。 放在一旁备用。 转中高火。 同一个锅中加入剩下的半汤匙油。 当油冒泡时, 加入姜末煎10秒钟。 再依次放入蒜末, 青椒, 红椒, 还有葱头。 翻炒一分钟后。 加入牛肉再翻炒30秒。 转高火。 加入刚才调好的调料。 翻炒至汤料浓稠。 收汁即可。 这道菜配白米和面条都很好吃。 我把之前做面条的视频放在结尾。 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